各位读者傍晚好 欢迎收看2017年6月17光华夜报抢先看 光华日报晚报今晚有什么好料 美国司法部在行动 揭露刘特佐曾挪用一码公司资金为购买价值约1亿1600万令吉的钻石项链 另外 刘特佐也被指豪至3700万令吉购买珠宝钻石 送给澳洲名模米兰达 米兰达也是奥斯卡影帝 李奥纳多的前非文女友 另一方面 历经了41年的警察生涯 警队一哥即将卸下重任 在三个月后容休 全国总警长丹斯里卡利正式宣布 他将于今年9月退休 本报今早与中国人民日报与本报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该报成为光华日报第六家海外合作伙伴 本报董事洛南辉认为 彼此的合作将让海外华人及华侨更了解中国的最新发展 此外 早前本报也与中国广州南方日报海外版合作 透过这次的合作 双方的人员还可以互相交流 培训开启新媒体业务全新的配合 希望这次马中媒体的合作 可以携手实现跨地域跨媒体互赢互通的目标 今晚的娱乐头条 成龙透露有一年父亲节 儿子房祖明打电话跟他祝贺父亲节快乐时 结果反被骂到臭头 我一接起来就三字经 把他臭骂一顿 成龙觉得宁愿天天都联络 也不要只有父亲节这一天来问候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 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 UFO 3 4 3 7